上次跟大家讲到退休 今次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投资的目的和目标 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先 从前就有只兔子 那只兔子有一天就去这个药房那里 来到去跟药房的老板来说 喂老板老板我想买一个红萝卜 这个老板就跟他说 这里是没有红萝卜买的对不起啊 第二天这只兔子又来到 然后又跟这个老板说 老板老板我好想买一个红萝卜 老板仍然都跟这个兔子说 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没有红萝卜买的 那兔子又走了 于是在第三天 这只兔子又回到这个药房里面 再问这个老板 老板老板我好想买一个红萝卜 今次那个老板就跟兔子说 兔子对不起啊 这里真的没有红萝卜买的 如果你真的想买红萝卜的话 你可以去旁边那间超级市场买的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兔子很傻 为什么会去药房你去买红萝卜的呢 其实呢如果我们想深一层 可能我们呢有时在投资方面呢 也都好像一只兔子那样 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些什么 也都不知道呢 究竟是哪里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哦 很多时候呢你会见到有些人 他呢 就是投资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究竟他投资的为了些什么 目标又是些什么 他未必会清楚得到的哦 所以当我们做投资决定的时候呢 第一样最重要的就是 知道究竟 投资的目的和投资的目标是什么啦 古神巴菲特曾经说过 投资最重要的手责就是保本 第二个手责就是 不要忘记第一个手责 所以作为一个投资者 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本 如果投资不能够保本的时候呢 这样就不应该来到去投资了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投资呢 也都不是只是为了保本的哦 如果不是呢 最好的方法 或者就会是将所有钱收在枕头底 不作任何的投资啦 所以呢 投资有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希望能够钱赚钱 建立好一个庞大的财富啦 如果呢 你是一个退休人士的时候呢 或者会有第三个目的 就是希望建立到一个足够的现金流 给你将来的一个生活 或者现在的生活啦 所以呢 总括来说呢 投资的目的呢 就是在不亏本 以及有足够现金流的情况之下呢 能够创造财富 或者是钱运钱啦 目的呢 可能呢 就每个人都相同的 但是呢 讲到这个投资的目标 又或者是一个 金钱上面的目标的时候呢 就可能每个都不一样啦 有些人投资 存钱呢 可能呢 是为了要考到一个学位 有些人呢 或者就希望环游世界 或者去一去旅行 去一下欧洲啊 或者回香港那样 那也都有人呢 投资为了来到去买车 来到去结婚 又或者供楼 那当然 不少得的也都有人 为了投资 是为了这个 退休 又或者是生儿养女啦 其实呢 每个人呢 都应该写下 自己的目标 是些什么的喔 你呢 亦都可以尝试呢 写下 你 未来一两年啦 三至五年啦 五至十年 又或者十年之后 你究竟有些什么理想啊 目标啊 和这些这样的理想和目标 究竟需要多少钱 来到去实现 当你清楚到你自己个人的 financial plan 或者financial goal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透过 你的目标呢 来到去来定一个 投资的年期啦 因为呢 不同的年期呢 可能的投资组合呢 都会不同的喔 而且呢 当你清楚你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 只是为了投资 而投资啦 这样呢 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帮助到你 更加有 纪律呢 来到去 为了完成目标 而来到努力 存钱 和呢 做好你的投资 如果不是呢 可能呢 月头出粮之后呢 到月里 已经没了所有钱 来到去投资啦 那样呢 到时候呢 即使呢 你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策略 和呢 有一些很厉害的 投资的组合呢 但是 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呢 也都没有办法来到去投资啦 那当我们 写下了我们自己的投资目标之后呢 也是时候呢 来到去想一下 究竟那些投资组合 应该来到去怎么安排呢 还有呢 究竟当中呢 有些什么地方呢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喔 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 再继续讲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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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